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奥雷 今天带来1986年上映的香港欢乐恐怖片 霹雳大喇叭 老魏是警局里有名的超级神探 为了打击犯罪,他不顾一切 无论歹徒有多么凶狠狡猾 他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将其捉拿归案 因此经常受到领导的表扬 某天一位富商被神秘歹徒盯上 歹徒手段高明 可以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 炸掉富商的作家 并且还绑架了富商的家人 他要求富商用20万美金买回家人的命 富商别无选择 只能报警向警方求助 老魏听完歹徒的录音后 本想和以前一样亲自出马 但文员小友却提醒他 你的名气太大,很多人都认识你 所以接近歹徒这件事 最好由生面孔负责 在小友的推荐下 警局里的边缘人物大喇叭 得到了这个表现的机会 从外表上看 大喇叭完全没有半点警察的样子 因为他不够机灵 处理问题也不够果断 常常因为一些失误闹出笑话 甚至得罪他人 今天大喇叭又因为胡乱画画 被超市音乐员乔纳误当成了色狼 索性超市经理及时解释 帮两人消除了误会 乔纳这才没有对大喇叭留下坏印象 为了谨慎起见 老魏在布置任务时没有讲明 并且还堵住了小友的耳朵 导致大喇叭误以为自己送货这件事 只是老魏的个人私事 因此没有半点紧张 老魏将自己假扮成了出租车司机 方便暗中保护大喇叭 可谁知 总想着表现的小友 也想参与到这件案子当中 老魏见小友如此急切 担心他会帮倒忙 因此想了个办法将小友打晕 大喇叭虽然不知情 但是通过观察 一眼就看出前来接应的歹徒是个隐君子 因此忍不住教训了他一顿 老魏在布置任务时 谎称自己被老婆戴了绿帽子 箱子里的东西都是情夫留下的 希望大喇叭帮忙送还给情夫 大喇叭没想到 翘老魏强角的 竟然是个下贱的隐君子 所以才忍不住仗义出手 他的这番举动 引起了其他歹徒的注意 老魏无奈只能选择出手 以免大喇叭丢掉性命 虽然老魏身手了得 但歹徒这边人多势众 甚至还私藏有军火 歹徒在查看赎金时 发现箱子里装的竟然是衣物 一气之下要了老魏的命 临死前 老魏终于将真相告知于大喇叭 虽然老魏一再请求大喇叭替他报仇 大喇叭也在慌忙之中答应了他 但一想到歹徒杀人不眨眼 大喇叭就害怕的浑身发抖 鼓不起勇气 所以只能在心里对老魏说抱歉 对不起 我没有能力替你报仇 演奏桑月时 大喇叭突然不受控制 把老魏的葬礼弄得一团乱 大喇叭因此被上司调走 变得更加边缘化 专门负责处理家庭琐事 可谁知 他办的第一件案子 就遇上了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人 幸好有小友帮他的忙 在两人的通力配合下 病人被成功制服 大喇叭因此得到晋升 并与小友成了搭档 两人的第一个任务 是配合女警调出公园里的色狼 虽然途中出现了一点小波折 但总算有惊无险 顺利将色狼拿下 在小友的建议和指导下 大喇叭成功约到了乔纳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 大喇叭和乔纳走得越来越近 不过为啥小友每次都要当电灯泡 这家聊机也飞得太久了吧 正当大喇叭沉浸在恋爱中时 老魏的鬼魂突然找上了他 费了好大的劲 老魏才让大喇叭不再害怕 接受他是鬼这件事 俗话说得好 答应逝者的事一定要办到 不然会导致逝者怨气过重 化为厉鬼 当然老魏并不是什么厉鬼 他只是想让大喇叭兑现诺言而已 小友虽然看不见老魏 但看到大喇叭的古怪举动 他也能猜到大喇叭是遇上了麻烦事 老魏仗着自己是鬼 疯狂骚扰大喇叭 大喇叭无奈只好躲进庙里 不过问题是 他既不是和尚又不是道士 无法一直待在庙里 只要一出来 老魏就会对他百般戏弄 令他颜面扫地没脸见人 甚至连大喇叭去乔那家见家长 他也要在旁捣乱 降低伯母的印象分 更让大喇叭绝望的是 老魏之前逼着他 对电梯里的乘客疯狂放屁 结果那位乘客竟是乔那的父亲 除了伯母的印象分要降低外 老魏连伯父的印象分也不放过 大喇叭差点被老魏整崩溃 好不容易撑到了晚饭时刻 老魏依旧不肯消停 甚至越来越过分 乔那的父亲因此把大喇叭当成了疯子 恨不得马上将他赶走 临走前老魏又来了一首 这下大喇叭的疯子名号被彻底坐实 乔那再也无法站在大喇叭这边 只能将他赶走 其实说实话 老魏也不想做得这么绝 只是因为他死时 大喇叭紧紧地握着他 所以导致大喇叭能与他阴阳相通 老魏身上的怨气也不够重 不能像正常的厉鬼那样亲自去害人 所以只能向大喇叭求助 不然这仇可能永远都报不了 大喇叭无奈只能选择帮忙 歹徒和老魏说的一样 并没有因为上次的失败 就放过那位负伤 负伤不得已 只能按照歹徒的要求前往指定地点 大喇叭和小友则一路跟踪 希望通过监视 查出歹徒的老巢所在 由于情况紧急 小友为了防止跟丢 只能采取不得已的办法 眼看歹徒就要逃走 小友决定孤注一掷 飞射过去与歹徒拼命 由于不能随便开枪 大喇叭在警告歹徒时 差点丢掉性命 歹徒仗着人多拼死纠缠二人 导致二人无法追上主谋 只能看着主谋逃跑 幸好还有这些小弟 在小友的逼问下 二人得知了主谋的所在 主谋想引人耳目 把钱藏在水果箱里运走 可谁知在运送过程中 被大喇叭发现 大喇叭和小友因此 与这些歹徒展开搏斗 歹徒们心狠手辣 杀人在他们眼中 简直如同家常便饭 幸好小友足够拼命 以重伤为代价 干掉了最厉害的歹徒 而大喇叭则在老魏的帮助下 除掉了一名刺激歹徒 老魏骗大喇叭 说要上他的身 给他增加战斗力 大喇叭信以为真 因此有了打赢对方的勇气 经过这件事 二人终于得到了同事们的认可 为了追回乔纳 大喇叭养好伤后 第一时间来到了乔纳家 老魏为了感谢大喇叭 决定前来帮他的忙 然而因为印象太差 以及各种误会 二老依旧不愿接受大喇叭 说自己看到大喇叭身旁有之鬼 而老这才相信自己误会了大喇叭 乔纳也终于可以和大喇叭在一起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 接下来是许久未见的问答环节 貌似黄刚疫情也很严重 奥雷一家人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 对我和家人的关心 奥雷目前状态良好 好到只用一拳就能打倒赛强的地步 另外要说一下 虽然地名很像 但实际上我所在的城市 名叫黄石而非黄刚 武汉则是我的老家 一年回个两三次的样子 丈母娘和小侄女 在11月份就回到了广西 所以刚好躲过这次的疫情 关于疫情方面 我们这边的老人 对疫情不怎么重视 总觉得自己不会那么倒霉 所以经常四处溜达 我爸也是其中之一 并且极其不停劝 还好我没有和他住在一起 不然肯定要被逼疯 就说到这里 我是奥雷 咱们下次见